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幸福不是一种状态 而是一种能力 一起来听 英国作家欧文曾说 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 在于获得幸福 在网上看到过这么一个小故事 很有意思 国外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大学毕业之后参军进了部队 开始不兵役之后他才知道 自己所在的部队是国家最危险的部队 从此之后他忧心忡忡格外焦虑 有一次他和一位长者说起自己的担心 那位长者反而笑了笑说 你知道吗 你的未来有两种可能 小伙子问 哪两种呢 长者说 一种是留到本国国土 一种是去外国驻军 如果你留在本土的话 那么你难道不是很幸福吗 你害怕什么呢 小伙子接着问 那如果被派到外国驻军 那如果被派到外国驻军呢 长者说 那么你仍然还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去和平友善的国家 一种是去战乱维和地区 如果你被分到和平国家 那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吗 那么你还担心什么呢 小伙子说 那要是去了战争地区呢 长者说 那么你依然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安全归来 要么是富商而归 如果你能安全归来 那么你还担心什么呢 小伙子说 那要是富商归来呢 长者说 那么你仍然有两种可能 要么可以治好 要么直面死亡 如果可以医治 那么你仍然是幸福的呀 小伙子说 那如果我是战死了呢 长者说 其实你仍然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敢于冲锋陷阵的 英勇捐躯 一种是唯唯诺诺不幸遇难 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小伙子说 我会选择前者 当一名英雄 长者说 那么你能成为英雄 还担心什么呢 读完之后 不自觉地赞叹 这位长者的智慧 生活当中存在无数的选项 等待我们选择 有的人选择了一条 跌宕坷坷的路 而有的人在选择下面 看到幸福的坦途 这是一种幸福的能力 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原来幸福不是单纯的状态 而是持续的能力 这种能力能让一个人的一生 无论遇到多少岔路口 都会走向幸福的彼岸 仿佛给幸福上了保险 因为有了这种能力 我们总会在变化莫测的环境当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把日子顺利地过下去 显而易见 有这种能力的人 幸福的时光也会更久 幸福不是一个评价 而是一种感受 真实且长久的幸福感 来自人们内心的富足和踏实 而不是别人口中的一句夸赞 那下面这个故事中的人 在生活里就很常见 乔纳是朋友圈里 热衷于追逐精致生活的人 结婚的时候拍婚纱照 选择那个最贵的摄影套餐 拍出美美的照片 以求得别人艳羡的目光 后面的蜜月旅行 也要选择出国旅行 只是她觉得国内的地方 没有国外上档次 装修新房的时候 明明预算有限 但还要要求精致装修 家具选最好的 瓷砖挑最贵的 嘴上还说 装修就是要大气 别人看见你家里装修得这么气派 才会觉得你幸福啊 每到这个时候 总有朋友露出羡慕的眼神 说 哎呀 你可真幸福啊 住这么好的房子 过这么好的生活 为了这一句 你可真幸福 悄纳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把钱财都花在了表面上 真正的生活质量一再下滑 生活当中 我们总会呈现在 别人的言语和评价里 别人的话成了幸福的天平 该往哪方面倾斜 完全受了他们的掌控 但实际上 真正能够赢得我们心安的 是自己亲手打造的幸福 它或许不是最华丽 但却是最坚固 它或许不是最高大 但却是最踏实 山海琴电视剧曾火爆网络 给观众留下很深印象的 不是剧情多么跌宕 而是剧中每个人身上 都带有一种 让人油然而生的敬佩 他们略带倔强 心里存着一口气似的 想要把苦日子踩在脚下 水花就是这么一个 有魅力的女人 从决定一个人 用拉车拉着丈夫和女儿 在路上走了七天七夜 也要去移民村的时候 从大家都不看好 搭棚种植蘑菇 害怕种出的蘑菇销售不出去 也要坚定学习种植 并搭建自己的孤棚的时候 从后来辛苦地攒下一些钱 并观察到村里没有小卖铺 利用自己的聪明和好人员 开启水花小卖铺的时候 他用自己的刚强步驱 坚韧品格 一步步地让自己和家人 摆脱贫苦 生活幸福起来 培根在他的随笔里 有这样的一句经典的话 信念的魅力在于 即使遇到险韵 亦能召唤你鼓起生活的勇气 而让自己幸福的能力 能让你的生活 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 也能开出艳丽的花 这种能力藏在我们的双手里 藏在我们走过的 每一个坚实的脚印里 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抱它 有这样能力的人 是幸福生活的主宰者 幸福不是外界和他人赐予的评判 而是自己独自依人时 内心溢出的甜蜜 这种甜蜜是幸福 是愉悦 是接下来生活的全部底气 清平思想里有这样的一句话 若知足 虽贫 亦可名为父 有才而多欲 则名之为贫 最实在的幸福 从不与人比较 只是脚踏实地地 去做自己时空的事情 刘振云的小说 《一地鸡毛》中 主人翁叫小林 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喜欢写诗 还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 生活甜淡美好 大学毕业之后 也仍是一腔热血 有着自己的理想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在外界无形的重压下 他开始焦虑 沉不下心 过自己的日子 别人成功入党了 他还没有 别人在工作单位 凭上支撑 而他还是一个大头兵 别人勤恳努力之后 都换了大房子 而他一家三口 还和另外一家 合租一套房子 看到越来越明显的差距时 他开始把自己的物质条件 和别人进行比较 放在天平的两侧 评判谁好谁坏 因为想要和别人一样 过滋润有脸面的生活 想要让别人看得起自己 他开始在生活琐事上 斤斤计较 整个人变得小气又世俗 比如说会因为一块 变馊了的豆腐 和老婆大吵一架 指责老婆的不对 在吵得最凶的时候 插水表的老头上门警告说 有人举报你们两个人偷水 小林夫妻听后停止了争吵 地下头去一声不吭 算是默许了这一偷窃 生活的一笔鸡毛 满屋的无烟瘴气 到头来越是眼红别人生活的风生水起 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家庭琐事上 就越不能尽早摆脱烦闷的日常 忘记年轻时的理想 放弃投入激情澎湃的奋斗中 没有把宝贵的时间用来学习 正如作家朱自清所说 从此我不再仰脸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仅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一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真正可靠的幸福是用脚踏实地付出换来的 这种幸福竟含在额头的汗水里 汗水既色又甜 与其临冤陷余 不如退而结往 与其羡慕别人 不如开始行动 我们逃不掉生活的琐碎 但可以调节生活中的自己 找到专属于自己的幸福 只要我们相信 富足的生活需要靠着双手去打拼 沉下心 埋下头 时间到了 一定会看到全新的开始 品味别人的故事 我们知道幸福是一道选择题 走进自己的生活 我们知道幸福是一场能力战 幸福不是来自别人的看法 而是来自自己踏实的付出后 收获到的那一丝丝甜 幸福不能比较 不分高低 靠自己双手自食其力的人 都可以自足自乐地生活 想要幸福的人 怎么走都会得到幸福 没有幸福能力的人 怎么走都会充满坎坷 幸福的密码 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人应该用自己的密码 找自己的幸福 愿我们一眼洞悉 生活中的幸福选项 耐心地为它耕耘 迎来平顺 富足的一生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